来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领袖培训会 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分享者 每一次我在介绍他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的压力 他们来讲在例会里面 上过大大小小的舞台 我觉得算是不少对我来讲 不过每一次 拿麦克风要介绍这一个人的时候 都会觉得麦克风好像有几十公斤重一样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就是这一个人对我生命中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大 算是改变我生命中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人 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贵人 也是我人生中的恩人 要不是他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很幸运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间公司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 以前坦白来讲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正面的人 我觉得很正面 对待事情 比一般人勤劳 比一般的人认真 不过当我遇到这一个人的时候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正面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所谓的付出 刚刚从的影片里面 慈善拍卖会里面 他也是其中一个竞标的得主之一 他用了新币39万 也就是将近三千万的日币 标下了一个平 三千万日币 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是你会发现这一个人 他可以给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收 而不单单是钱这么简单的东西 如果讲是钱 我觉得还比较容易 那么有时候 是对待人的那个态度 让你觉得怎么可以为了一个人 做到这一种程度 怎么可以为了一个人 把自己的很多东西都牺牲掉 可能会牺牲掉 包括自己的任何的一个休息时间 你会发现他整天都在市场上充斥 整天都在市场上跟领导人谈 你会发现 他为了公司 可能要先把家人放在一边 他就只有一个目标 那个目标是什么 就是要把事情做对 就是要把事情做好 就是要把组织做大 所以今天这场培训会 已经是他第三场 担任主讲者 所以今天也特别荣幸邀请到这个领导人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立会国际资深发展总监 Dr. Kenny Wong 大家下午好 好 我是跟日本的领导人伙伴 讲对不起 因为今天我是谈华语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站在日本这个舞台 能够谈乐语 但是给我一点时间慢慢地学 我能够答应一个国家 就能够答应第二个国家 我在以前我有去过印尼 我也是在印尼里面谈华语 然后我发觉到 印尼的伙伴跟领导人都不明白我在谈什么 到最后 没有办法 所以我用了一年的时间 学印尼话 一年过后我在印尼的舞台 谈出印尼话80%的印尼话 也借助今天 也跟日本的伙伙伴领导人讲 给我一点的时间 我会尽量地 学好我自己本身要学的 日本话 来站在日本这个舞台 来表达 我谈到这里 日本的伙伴懂我在谈什么吗 也跟韩国的伙伴讲 尽量地我把韩国语写起来 语言对于一个人来讲 它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在那一个国家长大 如果讲 我自己本身的国家 马来语 那个是没问题 所以最近立月去了很多国 我立月最近去了很多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有 它自己本身的语言 所以现在我的脑袋里面 其实蛮乱一下的 我有八种语言在我的头脑里面 有时候去到那个国家 我自己本身站在舞台 有时候去到那个国家 站在那个国家 本身那个舞台 我还要想 我现在在哪一个国家 有时候我一上去那个国家 我就开始谈谈谈谈 谈到十分钟了过后 我才明白 原来我发现到 我在别人的国家 因为我看到 每一个领导人看着我 他不懂我在谈什么 有一次我去到菲律宾 我去到菲律宾 然后我一开始 我就开始谈 一路谈一路谈一路谈 然后谈了应该有十五分钟 然后我看到下面 有很多领导人看着我 所以我就问他们 你明白我在谈什么吗 他们很快的声音就上来了 跟我讲不明白 我讲我谈到这样 你们还不明白我在谈什么 他讲不明白 我要怎样谈你们才明白 他讲你刚才谈的是华语 我们根本不懂你在谈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日本 应该要谈英语 所以有时候站在舞台 我很害怕 我要看清楚 那一个国家的语言是什么 有时候不要讲 那一个国家的语言 单单这一个这样的舞台 刚才我们所看到 每一个领导人 站在这个舞台 都很害怕 真的有时候 我站上这个舞台 我再看看 没有这么害怕 这个舞台 为什么每一个领导人 站在那个国家的舞台 他都会躲 因为重要 他希望什么 希望能够站在这个舞台 尽量地 给下面的人明白 尽量地表达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我们真的需要给 刚才上来这个舞台 分享每一个的领导人 真的需要给他们一个掌声来 所以今天我要表达的 我的主题就是 先做人 后做事 就是我们想成功 我们自己本身 先要会做人 如果我们人都不会做 我们喊出我们要成功 我觉得不容易 所以人都还没有做好 还没有学好 要出来市场 要拼 要赚钱 我觉得不容易 所以我的主题就是 先做人 后做事 我还没有谈我的主题 我想跟你们看一看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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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我们来看一看 一个照片 Cue吗 帅吗 可爱吗 你懂这个 这个baby是谁的吗 这个baby就是 我们日本 的总经理 我们先给我们 日本总经理 一个掌声来 为什么我会放 这个照片给你们看 刚刚出事 还没满页 为什么我会放 这个照片给你看 因为 因为要讲回 十一个月的事情 如果我没错 是我们来了整一年 日本 当初我们要来那时候 因为是Simon跟薇薇 老板叫我们要过来 帮Simon跟薇薇 应该是十一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应该没错 所以当老板 要我们过来日本 我就选哪一个 能够牺牲 然后跟我们过来日本 所以我就选择了 Eric 当我选择了他 就问他 我们去日本 你可以吗 Eric就很快答应我 没问题 这样就跟我们来了日本 我来了日本 他都每一个月 都来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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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日本 六个月过后 有人在我的耳朵里面讲 他老婆 不是他老婆 他的女朋友怀孕 所以我就问他 你的女朋友怀孕吗 他讲对啊 我讲 怎样办 我有几十几分 他就跟我讲 刚刚过来日本 应该有很多事情 还没有做完 所以先不要结婚 我讲 你女朋友怀孕我 他讲 我已经跟他讲了 生了过后他讲 很快 我就到了十个月 他老婆要生那一天 他老婆 不是要生那一天 他老婆 就是要生儿子来讲 医生给的时间 就是在 这几天里面 所以当医生给了 这几天 其实那一个时间 是我们要去美国 高峰会议 所以我就跟他讲 不如美国你不要去 你就留在台湾 他就跟我们讲 不可以 因为高峰会议来讲 对于我们立月 是重要一个会议 重要的一个活动 这样他就跟我们 去了美国 所以去了美国 第一天 我们每一个 business development 都求神拜佛 先不要生 我们这几天 在美国开完会 再生 所以每一天就问 Eric 你老婆讲 还没还没 现在进了医院 第二天 问Eric 生了吗 还没还没 第三天 再问Eric Eric讲 我打给我的女朋友了 叫他 冷住多两天 最后 真的 等到我们 的高峰会完了 然后我们 他就马上赶回去 两天过后 他就生出来了 我想表达什么 我想表达 对吗 刚才我们讲 先学会做人 后做事 我想问你们 如果你是Eric的老婆 这个老公好吗 如果你是他的妈妈 跟爸爸 这个儿子孝顺吗 这个儿子也不孝顺 这个老公也不好 他的老婆 他的女朋友 跟他 很久了 六七年了 然后怀孕了过后 没有的结婚 然后把儿子生出来 如果对于 一个女人来讲 结婚重要吗 重要 我觉得 我觉得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 找到一个男朋友 希望什么 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 能够 娶她 那一天 是风风光光 给全部的朋友看到 他没有选择错 当他 结婚了过后 希望什么 希望有 baby 然后 怀孕了 希望什么 希望老公 在他的身边 那个才成为 人家的好老公 也成为 那个家庭的好儿子 所以 站在别人的角度 或者他朋友的角度 如果 这个是我的朋友 不在立约 我会觉得 这个人的脑袋有问题 我们在拼 为了什么 就为了我们自己本身 的未来 跟梦想 跟目标 开心的 快乐的 但是他在拼 为了什么 我真的不懂 所以以他的朋友 或者他的亲戚来讲 肯定讲 这个人的脑袋 在深宠 这个人的脑袋有问题 这个男人没有责任 对吗 但反过来看 他为了什么 反过来看 他为了日本 反过来看 他为了他自己本身 答应的责任 反过来看 他希望 他能够 出一点的力 希望什么 希望日本的伙伴 能够 比较容易 达到他的目标 对吗 我们真的 需要给我们的 总经理一个掌声来 有时候我们做人 讲就容易 我们做就没有这么容易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 做一个伟大的人 当我们真的要做一个 伟大的人的时候 我们会想出什么 我们会想出 为什么是我 不应该是我 有时候我在想 人 怎样做 才对 我觉得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 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 小时候的本性 如果我们要学会做人 不如我们谈谈 以前的我们是怎样 当我们刚刚出来 还是个婴儿 我们被保护 妈妈在保护 妈妈在保护 我们学爬 妈妈怕我们 不懂爬去哪里 当我们学站 妈妈怕我们站不稳 当我们学跑 妈妈怕我们跑不稳 当我们慢慢慢慢的长大 看到妈妈做什么 爸爸做什么 我们就学什么 开始慢慢慢慢长大 我们会讲话 当我们看到有人欺负我们的妈妈 我们就会保护我们妈妈 当我们看到有人欺负爸爸 我们就会保护 虽然我们不够大 不够人家大 我们就用哭 来在那边喊 不要欺负我的妈妈 不要欺负我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都是好的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当我们慢慢慢慢开始上学了 跟一般朋友很好 我们不可以给别人欺负我们的朋友 当别人欺负我们的朋友 那个时候 我们就骂那些人 或者打那些人 当我们开始慢慢越来越来越大了 我们读完 我们应该要读的书了 我们出来市场了 当我们出来市场那时候 我们还是很干净 很干净的一个人 当我们第一份工我们进去 开始慢慢慢慢发觉到 我们给人家欺负了 开始慢慢慢慢发觉到 原来市场的人全部都为了自己保护自己 我们给人家出卖 我们给人家欺负 我们给人家骗 一次的一次的一次的 我们碰到这些问题 然后慢慢慢慢 我们很清白 那个脑袋 开始慢慢慢慢就污染了 我们学会保护我们自己了 我们跟一个朋友聊天 嘴巴有嘴巴聊 我们心里面有心里面那一个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先想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很害怕什么 我们很害怕给人家欺负 我们很害怕给人家出卖 慢慢的慢慢的 一次都一次一次到了现在 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 不管我们跟我们身边 最要好的朋友聊天 我们都没有拿出我们的百分之一百的心 出来 我们谈什么都好 我们都有防备的心 当我们真的想达到我们自己本身要的目标 今天我们跟朋友坐下 我们也不会用我们的百分之一百 善良那个心 来跟那一个朋友做朋友 所以有时候 当我们讲一套 我们做一套 而我们讲一套 做同一套 我们想成功都难 而当我们污染的心 我们讲一套 又做另外一套 我们要成功更难 所以最近 我就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 我有见到领导人 我也见到我的伙伴 所以最近立位也很多很多领袖培训会 在印尼一个国家 就有五场领袖培训会 单单今天 我们已经有四场 日本一场 泰国一场 缅甸一场 越南一场 我们最近 单单领袖培训会 我们已经二十多场 有很多人 拿了他的主题就来问我 我应该要站在舞台 应该要分享什么 我应该要讲什么 我应该要表达什么 才能够让坐在下面的人 每一个人都得到能量 每一个人都明白 每一个人都了解 我也希望一场领袖培训会过后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画面 那个画面 是他应该要的画面 那个目标 他应该要的目标 那个梦想 也是他应该要的梦想 那一天我就在新加坡 有一个business development 就过来问我 因为今天他在泰国 他的要讲 我就问他 你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就他跟我讲 老板给了一个主题他 那个主题 就是我在立月的日子 他讲 我应该上级怎样去表达 他们才明白 立月是好的 立月文化好的 立月是一个 很好的教育的 他就开始跟我分享 我就问他 以前你做什么 他讲 我是泰国人 我在泰国长大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谈的华语 谈的这么好 他就跟我讲 我总认为 如果我是泰国人 我多一个语言 应该比较在那个国家 容易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因为如果在那个国家 一个语言 如果他们的能够成功 我多一个语言 应该比他们更简单 我讲 你学那个语言 那个时候 就是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能够以后 读完书了过后 机会比较多 我就问他 对吗 他讲对 这样你出来 市场了过后 你做什么 所以我跟泰国人不一样 因为我多一个语言 就是华语 所以我很快 读完书了过后 我做了人家的翻译 做什么翻译 我就问他 他就跟我讲 泰国这个地方很漂亮 有很多拍戏的人 导演 他很喜欢来到泰国 和那些的景点 所以中国也是来我们泰国拍戏 香港也来我们泰国拍戏 他讲有很多很多马来西亚 新加坡 他们都来到泰国这个地方拍戏 因为泰国很漂亮 所以我就帮他们翻译 比如香港明星 包括导演 来到泰国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不会泰国语言 我就会跟他们翻译 比如如果这个是什么地方 我就会用华语来跟他们讲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底下你要怎样去表达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做了什么 做了导演的翻译 慢慢慢慢他变成什么 慢慢慢慢他在这个行业里面产生了兴趣 开始他学拍戏 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副导演 当他做副导演那时候 就拍了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戏 他就跟我讲 我讲拍了什么戏 他讲有拍的是英雄的戏 有拍的是爱情的戏 有拍了伟大的戏 照顾家庭的戏 或者保护朋友的戏 他讲我拍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戏 也跟很多明星聊过天 也跟还没有红的明星 就是单单 刚刚他们去到泰国 导演跟他讲 这一个人是主角 这一个人 这两个人是主角 一个男或者一个女 是主角 他看看有些时候 他看这两个人都不懂他是谁 这两个人都不懂他是谁 都跟他们聊 很快 六个月八个月 都拍完了那套戏 都上瘾了那套戏 就是 六个月八个月里面 有可能没有人懂 这两个人是谁 他拍完这一套戏了过后 然后上瘾了过后 每个人去看这个movie 这一套戏 有很多可能 就是这一套戏一上瘾了过后 世界里面就懂这两个人是谁了 所以也有跟那些红的明星 在聊天 他就问他们 你们拍戏的人 你们的生活是什么 你们有自己本身的 可以做的事情的吗 大部分的明星跟他讲 其实当我们接到一套戏 不管那一套戏拍什么 当我们接到那一个稿 如果那一个稿 是做伟大的 或者那一个稿 是要照顾家庭的 我们首先 我们要进入这一个稿 那个一个角色 然后跟着那一个稿 写什么 然后我们讲什么 然后我们做什么 把那一个稿的戏拍出来 所以他就问那些明星 可以在里面 加一点点 我自己本身的生活 或者我的思想吗 那些导演讲 不可以 当你一接到这一个稿 是拍一套英雄的戏 你首先 你要把自己本身 变成那一个英雄 然后进去里面 看这一个稿 然后那一个稿 叫你做什么 你照做 然后他们照拍 很快这套戏拍完出来了 他们就放映出来了 所以我们不可以有 自己本身的那个想法 我们也不可以有 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方式 在那一套戏里面 他问了很多很多很多 这些人 我听完了过后 我就跟他讲 你上去咯 你照讲 你照讲一套戏 人家喜欢看 那一套戏是怎样的 那一套戏 我们也很清楚的 今天我们想成功 我们自己本身懂 我们自己本身要做什么的 人生就是一套戏 我就跟他分享 每一个人成功 他很清楚 他自己本身要做什么 有很多人想成功 但是他做 不是成功的事情 对不对 到现在 你们明白我在谈什么吗 因为我在谈 你们在看 我感觉上 好像你们不明白 感觉上 好像 没有感觉 明白吗 真的需要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掌声 来 所以当我们想成功那时候 我们想成功 我们想成为什么人 其实 我们可以拿一个白子 然后开始写我们自己本身的人生 我们要把那一个故事 写得有多好 对吗 大部分的成功人 都是伟大的 如果我要你写 你自己本身那一套戏 我们会在白子里面写出什么 我要白子里面写出 我先要贡献 然后我要付出 我要量大 我要帮到朋友 对不对 然后 我觉得那一套戏 它有价值 如果我们想成功 一开始 我们拿一个白子写 我要刺人 我不刺人不可以 我要骗人 我不骗人不可以 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写下去 我想问你 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成功吗 能够吗 不能 其实我们想成功 其实不难 难在那里 难在我们会自己骗自己 对不对 有时候 我们成功 我们需要叫人 我们需要帮人 我们需要做得更多 然后那一个人才服我们 对不对 当我们在做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会这样想 没钱赚 我们不做 多问题 我们不管 有问题 我们散开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人 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机会 当我们进来了过后 我们先首先 我们先看看 看完了过后 我们觉得可以 如果我们觉得可以了过后 我们要在一个企业里面 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 我要扮演最大那个领导人的角色 我要扮演最伟大那个领导人的角色 还是我们要扮演一个 偷偷摸摸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们已经懂了 但是大部分的人 都不会把自己做得伟大 将追报伟大 然后最后 和我们就做不伟大的事情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他自己本身 明天要做什么 后天要做什么 那一天我在新加坡 我就分享了一个 其实人是永远 都会跟那些比较成功的人 不是人会照做 有时候动物也会照做 我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我也飞来飞去的一个人 所以我当时候 我进来这一个行业那个时候 也是因为我跟我的女朋友一起住 所以我要跑来跑去 第一个事情 我就要想到我老婆的安全 所以当我想到我老婆的安全 自己一个人住那时候 我自己就会想 我要做什么 我老婆才能够 我的女朋友当时候的 才能够安全 所以我不懂你们有多了解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对于别的国家的人 觉得马来西亚有一点乱 我自己本身 也因为每一次听到人家讲 马来西亚 你一定要保护你的家人 它有一点乱 所以我从小到大 都是听这些 然后我长大 所以当我要飞来飞去那时候 我就想 我要做什么 才能够保护到我的女朋友 第一个 我想到的 就是买一条狗 第一个我想到的 就是买一条狗 我觉得狗是很忠心的 会保护主人的 所以我买那个狗那时候 我很清楚 我买那个狗来做什么 就是拿来保护我的女朋友 对吗 所以我不会买一个pet 小小个 很多毛那个 它不会 它太小只了 保护不了我的女朋友 所以当时候我就去选择 选择什么 选择一个狗比较凶的 比较猛 比较大字的 所以我就在网站里面看 买什么狗 回去保护 或者陪伴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选择一个叫 Doberman 那个狗 Doberman这个狗 你们有听过吗 Doberman这个狗 我会选择它 因为我看过很多很多戏 英雄的戏 或者大老板的戏 它在里面是站住大大个的 耳朵尖尖的 当有贼来那个时候 它有几个一起追的 有看过吗 那种狗 所以我看完了过 我觉得买这个狗回家 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跟我的女朋友讲 这一个狗是可以保护到你的 这一个狗是很凶的 我的老婆就问我 什么狗来的 那个狗叫Doberman 我老婆就看 哇 这么大字 我看完了过后 它很害怕 我讲大字才好 我不在家那个时候 它能够保护你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谈谈谈谈谈 她讲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我喜欢小小个很多毛的 小小个那个pet来的 不是狗来的那个 很多毛的 人家真的贼进来的家里 一脚下去 她都不懂去了哪里了 对不对 也保护不到我的老婆 所以我就跟她讲 这个好 你看那些戏 每一套戏拍那个狗 那个时候 那个贼给它咬到屁在那边 滚在那边 她就开始看这个狗 看完了过后 她讲好 她答应我了 所以我很快就把那个狗买回去了 我买回去那个是小小子 一年一年这样养 我发觉到养了三年过后 三年过后 我没有听过 她叫一声 她不会 嗡嗡嗡这样的 我没有听过她叫 所以三年的过后 我每次看出她 为什么 这个狗 不会叫的 但是我 以我了解 这一个狗是很凶的 看到人 他就会叫 他就会想咬他的 在我的家 用样养了三年 我没有听过 他叫一声 嗡嗡嗡 没有听过 所以有一天我看出他 好像不对 这个狗是不是哑巴来的 所以我就把他带去看医生 医生问我 你的狗什么事情 我讲我的狗很大事情 他就问我什么事情 我讲狗不会叫的 你讲大事情吗 他医生讲 几岁 我讲三岁 他讲 你没有听过他叫吗 我讲没听过 就是 没听过 我才把他带来给你 我 医生讲 这样不会叫什么事情 医生就问我 我怀疑他是哑的 人有哑巴 对吗 应该狗也是有哑巴 对不对 所以医生就 拿过来看 他打开他的嘴巴来看 然后盖回去 我就问医生 是不是哑的 是不是哑巴的 他就医生跟我讲 他不是哑巴的 我讲 不是哑巴 为什么他不会叫 他讲 你的家里还有什么 我的家里 除了我老婆 就有这个狗 他讲 还有呢 有猫吗 他讲 我讲没有 有其他的狗吗 我讲没有 怪不得 他讲 Doberman这一个狗 他不可以养一个 你要养 你一定要养两个 或者三个 如果你养一个 你从小到大 就跟住你的老婆 所以 这一个狗 现在他以为 他已经是人了 就是你做什么 他就会做什么 你吃什么 他就会吃什么 所以 现在 在他的脑袋里面 他觉得 他不是狗 他是人 所以怪不得 我老婆每次回家 都看到下雨 吓得很大 我老婆就走 所以这个狗 你出去都好 他一看到下雨 他就走 走 走回来的 他怕水的 你有看过狗 怕水的吗 下雨 他都怕的 一下雨 他都躲在那边 很怕那个雨的 所以 我慢慢 我在想回 这三年里面 为什么 会这样 原来医生跟我讲 那个狗 他已经觉得 他已经是人了 除了那个身体是狗 他的思想是人 我才了解 慢慢我才了解 原来这一类的狗 他不可以养一个 他需要两个 当医生跟我讲 他两个 当有一个 他叫出一个声 哇 一声 他就会叫出两声 哇 如果他追人 那个时候 看到那个人 跑那个时候 他会跑得比他快 看到那个凶 那个时候 他比他更凶 这些狗 是要跟 他才能够 更好 我才明白 原来 狗 都不可以有一个 一定要两个 有两个了 过后 他越来就越好 越来就越好 越来就越好 当我还没有 带他去看医生 那时候 我有讲过 我的老婆 我老婆跟我讲 这个狗都不凶的 比Pet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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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像Pet的 我坐在那边 他就趴在我的旁边 他好像一个Pet这样的 我讲 是你 是你养到他这样 他讲 那你关我的事 是你要买的 我讲 我买回来 那个时候 是你帮他 放了一个名 你懂我老婆 叫那个 这么 大只的狗 叫什么名吗 我讲 你们也不相信 BB 小狗 我们能够叫BB吗 这么大只的狗 对不对 他叫BB 我讲 你每天BB来 BB来 BB来 对不对 变成 一个凶的狗 也会变成 一个不凶的狗 对不对 以前我以为 他放错名 原来医生跟我讲 原来那个狗 看到别人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为什么我会谈这一个故事 我们人也是一样 根莫 只黑 对不对 当我们 跟到一群人 是消极的 我们慢慢 我们的思想 就会变成消极 我们 跟到一般 是积极的 不停地 把他目标 做到的 我们在里面 我们慢慢 也会变成一个 积极的人 对不对 狗是这样 我发觉到 人是这样 狗也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 想成功那时候 我们要参什么人 我们才能够成功 对吗 今天我们 坐在这里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 喜欢立位的文化 我们今天 才能够 坐在这里 是不是 如果我们不喜欢 如果我们不喜欢立位的文化 我们绝对的 我们不会坐在这里 所以 当我们发现到 有一天 我们想成功 或者我们发现到 我们很消极 但是我们真的要看看 我们的消极 为什么 是不是一般人 每一天都谈出问题 当我们发觉到 我们每一天都困扰在问题里面 我们要很快的 我们要跑出这个框框里面 找一般 我们不看问题的人 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有时候 就是我们不清不楚 因为我们总认为 我们在一群人在一起 我们就能够成功 对不对 我们要什么 我们应该要找什么 来帮助我们自己本身 如果我们找不到 我们继续地找 找到那一个 是我们喜欢的那一个环境 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自己 其实人 我觉得我们是被影响的 今天我的头发 今天我穿的衣服 今天我穿的鞋 今天我讲的话 今天我跑的路 一切就跟别人在学 对不对 不会我们今天一去到剪头发 我们就讲 你剪啊 由得他剪我们的头发 不可能 我们肯定会告诉他 我要剪到奖的 我要垫到奖的 是不是 当我们去到一间买衣服 我们看到那个店 我们喜欢的 有我们的衣服 我们才会进去的 为什么我们发现到 那间店里面有我们的衣服 肯定有我们喜欢的人 他穿着那一个款的 是不是 就是我们看到别人穿得很漂亮 刚刚我跑过一个店 也看到店里面有这个款 我才会进去的 是不是 不是我们看到衣服店 我们就进去里面 选我们要选的衣服的 肯定我们在外面里面看到 我们想要的 就是我们会进去 看到我们想要的 就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已经有了那一个款式 我们才会看到我们想要的 我们才会跑进去 是不是 我们从头到脚 都是人家影响我们 所以我们从头到脚 我们穿的 在我们身体上 都是有别人在做住 做住那一个人 是我们的偶像 我们才会跟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会跟人 今天我们做这个行业 是直销的行业 如果我们以前是跟人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才变成人家的英雄 我们才变成人家的偶像 我们做什么 我们才能够做到 如果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 别人不喜欢的 这样人家会跟我们吗 人家不会跟我们 是不是 对的 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 肯定的 我们被人家影响 是不是 当我们被影响进来了 我们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能够影响更多人 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希望影响更多人 那个时候 我想问问你们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才能够影响到人 我们应该要做某一些东西 是人家做不到的 然后我们去做 我们才能够影响到人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人在做那个时候 他做回自己本身 他做回自己本身的性格 刚才一开始我就讲 一个明星会红 因为他在那一套戏里面 那一套戏的故事很好 那一套戏的故事 他伟大 那一套戏的故事 他能够帮朋友 那一套戏里面 他牺牲 然后两个小时了过后 这个人就变成 我们的偶像 有时候一套戏我们看完了过后 里面那两个人会变成我们的偶像 它是一套戏都能够变成我们的偶像 但是我们现在在生活上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才能够变成人家的偶像 很简单的 别人不做的事情 我们做 如果别人不做的事情 我们做 我们自然的 我们就会变成人家的偶像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很清楚 我们自己本身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很清楚 但是清楚 不代表我们去做 最近我不停地 在别的国家 我就分析 日本这个地方 我讲 当我们看到问题那时候 你要看看日本 日本更大的问题 有很多人问我 日本的问题是什么 日本这个国家 政府会百分之一百保护 我们的商家或者顾客 这一块 所以 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国家 没有日本 那个法力这么硬 但是日本的法力 是很硬 像他们讲 有多硬 那个法力 日本的法力 是很硬 比如 那个产品吃得这么好 我们不能够站在舞台 和讲 我们的产品 很好的效果 如果你吃得很好 你站在日本的舞台 讲 那个产品好 那个产品 我心脏病的 吃得好 很快老板 叫经济里面 做三年的监牢 这个是 日本的法力 是在别的国家 我们产品吃下去 如果那个腿 本来很痛 然后吃了过后不痛 我们能够站在 我们自己本身的国家 跟人家谈 那个产品有多好 中了 冰吃了过后 我们也可以站在舞台 跟人家分享 我们的产品有多好 但是日本 完全是不能够谈 我们现在的产品 有多好 因为这个就是保护 怕什么 怕人家乱乱地谈 对不对 当一个人 要把一个产品卖出去 他什么都可以谈 是不是 他什么都可以谈 那个时候 有可能他会加一点点 骗的进去 是不是 这样就有很多人被骗了 所以日本是不能够 我就跟他讲 你在马来西亚 在印尼 在别的国家 你怎样谈 都无所谓 但是在这个国家 就不能 我讲还有 我们的 把产品卖出去了过后 就是顾客的问题 我们把产品卖出去了过后 就跟那个企业没关系 但是日本就不可以 我们把产品卖出去了过后 如果那个顾客在一个月里面 他吃的不是这么的好 或者我不喜欢你 他拿那个产品回来 我们卖多少钱 我们要退多少钱 这个就是日本 他们讲 哇 日本这么 法律 这么 这么硬的吗 我讲 对 他就跟我讲 这样不是不可以做 如果现在有十个人 把这个产品买了 然后他吃了一个月过后 他讲 不要 然后把那个产品 给回我们 我们要 他买多少 买多少钱 我们要给回多少钱 哇 这样日本不可以做 他讲 日本不可以做 我讲 为什么不可以做 我讲 不是我们立位 是这样 那个法律 写给我们立位 在日本这个国家 每一个商家 卖产品的 它都一样的 而人家做得到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对吗 你看 当我一谈完了过后 日本这个法律 在别的国家的领导人 都会觉得 这样日本不能做 大部分的人 当你一跟他谈问题 他马上就看那一个问题 很少人 去把自己本身做好 来解决那一个问题 我讲 一个产品卖出去会退货 是什么事情 他会退货 是什么事情 我们乱乱讲 我们乱乱骗 这样那个顾客 有可能会退货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这么好的产品 卖给我们自己妈妈 他会退货吗 他讲 不会 如果我们卖给爸爸 他会退货吗 他讲 不会 如果卖给我哥哥 卖给我姐姐 会退货吗 不会 如果我卖给我阿姨 卖给我叔叔 他们会退货吗 他讲 不会 如果卖给我身边的好朋友 他会退货吗 他讲 不会 如果卖给我们身边的好朋友 亲戚 他不会退货 这样应该 这个法律 跟我们现在要成功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 他在保护我们 不要乱乱的谈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他讲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 很多人看问题 就是看那一个问题 没有人 那一个问题发生了过后 他看那个耿眼 对吗 一个人会退货 我就问回他们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卖给别人会退货 卖给我们好朋友 不退货 他讲 我们跟我们的朋友 有关系 对啊 我们跟我们的朋友 我们跟我们的朋友 有文化 我们跟我们的朋友 是好朋友 我想 为什么 有人会退货 就是 就是 我们的关系 做得不够好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关系 做好一点点 这样我想问你 他会有这个问题吗 他自然的 他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所以 当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要这样做 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站在舞台 来教育他们 对不对 我们想成功 首先我们要会做人 对不对 你要会做人 人家才会喜欢你 人家喜欢你了过后 你讲什么 人家就会跟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看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 在这里我们看到 有很多人讲 直销是不能够做 不是直销不能够做 或者传销不能够做 是你不会做人 你没有学讲 去做好一个人 你做什么行业 都觉得难 对不对 今天早上一开始 领导人每一个上台舞台讲 他们讲什么 他们有跟你讲 我们的产品很好吗 他们没讲 他们从来没有讲过 我们的产品好 他没有站在舞台 跟你们讲 我们的制度很好 他们没有讲 那个制度让我赚了很多钱 他们没有上台 跟你讲 你要讲 骗人把这个产品卖出去 没有 早上到现在 每一个领导人站在舞台 他用心来讲 以前我是谁 我在那里 我来到这里 我应该讲座 我看到利月 我看到韦韦 我看到Simon 他们用心来带我们 所以我喜欢他们 我相信他们 然后我跟住他们 对不对 有人站在舞台 不停讲 我感恩Simon 我感恩韦韦 每一个上台 也是有人站在舞台 以前的生意不能做 因为他自己本身一个人 现在的利月能够做 因为他一群人 他不单止一群人 他还有很好的教育 在利月里面 我喜欢利月 我喜欢老板 我喜欢他的文化 你看 没有一个企业 从头开始讲到尾 他都没有跟你们讲产品 他们没有跟你讲 他有多好赚 我在今天这一场 领袖培训会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 每一个领导人希望什么 他希望他所做的 他犯的错 我在这个台上来表达给我们听 他选择的对 希望你们能够跟 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企业 对不对 我们真的需要给刚才上来分享的 三个讲十一个掌声来 我们在这么多国家 我们就没有跟人家讲 我们的产品能够让人家赚到多少钱 赚到多少钱 赚到多少钱 老板也不会上台跟你讲 我们的产品很好 我们的制度很好 你一定要进来 你一定要带人 所以利月的文化就是不停的 我们做了购物 我们希望什么 你希望能够站在这个舞台 来分享给你们听 一个人成功他不难 难在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本身学好 所以不是你们学得不够好 因为我们没有环境让我们去学 我们要学习 我们也要找一个环境好的 我们才能够学习 不是讲我要学 我就能够学 如果我参与一般人 他的态度有问题的 我们学到什么 我们跟着他们学到态度有问题 如果我们参与一般人 他是好的态度 我们自然的 我们找到一个平台 让我们把自己学好 对不对 我们真的需要掌声来给我们利月 给我们老板 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给我们在学习 所以利月 不单止它的文化好 让我们能够进来利月 让我们能够进来利月学习 它还有一个桥很好的 让我们可以带更多人进来一起学习 所以刚才有人放我们标会 刚才我们的阿伦 就放我们在京都 我们是标 我在这里有一个 看到吗 39万 Simon那个就是 22万 你们懂什么是39万吗 如果不懂我解释一下 39万 世界最好的品牌 你们喜欢的 是什么品牌 能够带在身体上的 应该 Hermes Gucci LV Prada 这些品牌 刚才我讲 世界这些品牌 最贵 那一个产品 是什么产品 应该是Hermes 的一个包包 对吗 应该是最贵的 我会进去买一个品牌 我有钱 我赚到钱 我的梦想 跟目标 我希望我们能够买到一个包包 是Hermes 你进去Hermes里面买一个包包 你买什么 买我们喜欢的 那个是我的梦想来的 对不对 是不是 不管哪一个品牌我们喜欢 我们会去 把我们赚到的钱去买 因为那个是你的需求 你喜欢的 你把它买回去 对不对 我想问你 当我们买那个产品 把那笔钱给了LV 给了Gucci 给了Hermes 给了Prada 那笔钱他们去了哪里 他去了Prada Hermes 他的银行 是不是 所以 我们买 这一个 它是没价值的 这一个牌 现在我拿去 一个金店 或者一个钻石店 我叫它做 我们猜猜看 现在我跟Simon 带住的是多少钱 然后我们能够做得出来 我跟你讲 五千块新币 我们都能够做出来 就是现在你看到很美 跟我讲 可以看一下吗 我现在拖出来 我给你 然后你拿住这一个 跑进去 一个做金的地方 或者一个做钻石的地方 你可以帮我做这一个吗 然后五千块新币 都能够做出来 它是能够复制的 它能够做出来的 它不是市场上 围了一个 所以 为什么 我们会用 有人 会用到 七百 七十多万 来标一个 这些牌 不管他标到七十多万 老板标的是 两个million多 对吗 不管哪一个 不管他多少钱 进去一个金店 或者一个钻石店 不到五千 我们都能够做得到 所以这一笔钱 当我们在标那个时候 每一个领导人在标那个时候 我想告诉你们什么 当他们在标那时候 他们的脑袋 跟他们的心里面 他想什么 第一 我们是利益人 所以这个牌 应该带在我们的身上 第二 我们会用多少万 多少万来标这个牌 因为在每一个领导人的心里面 就有一个 他想把这笔钱 捐出去 来帮那些需要帮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对不对 这样我们应该 需要给他们 一个掌声吗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世界里面 没有一个人 用这么多钱 来一个没有价值的 一个品牌 我们是企业的 一个logo 就是一个徽章在这里 企业的 它不是 那些品牌 让我们想去买的 当我们会用到这么多钱 来标这一个 就是立月的文化很好 立月老板每一次都讲的 当我们赚到钱那时候 我们不要把全部的钱 放在我们的口袋 当我们赚到钱那时候 我们要想想 我们要在那个国家赚到钱 或者在我们朋友身上赚到钱 我们要学会贡献 不要不停地拿 如果我们不停地拿 很快地 它就会干 如果我们贡献 我们才能够学到 我们自己本身的量 当我们的量大 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 都不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当我们的量一小 我们格局就会小 当我们格局会小 然后我们的问题就会越多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做到 我们的量比地球更大 当我们的量比地球更大 会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我每次站在舞台讲的 大头大头 你每一天这样飞 你不会累吗 大头大头 你每一天这样飞 你会中风吗 你要休息了 当我的量一大 我的格局就会大 所以昨天 我在马来西亚飞过来 我飞过来那个时候 是两点下午 我到这里几点 我到这里是十点 就是我要坐 七个小时半的飞机 所以每次我跟人家讲什么 你相信吗 台湾 整个台湾在我的房间隔壁 我说你相信吗 印尼也是在我的房间 门口一开就是印尼 你相信吗 越南也好 腓立宾也好 全部都在我的房间隔壁 有很多人讲 你不要开玩笑 你的家在马来西亚 那里台湾在你的房间隔壁 所以如果昨天 我两点上飞机 对吗 那个飞机一关了门 我当那个飞机是我的床 然后我睡觉 我睡醒了过后 那个飞机一开门 我在哪里 我已经在日本了 对不对啊 所以有可能 底下我谈完了过后 我去机场 十一点 然后我上飞机 然后你回去酒店 或者回去你的家里睡觉 然后明天八点 你起来那时候 还是你在你的家 我就在了别的国家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睡觉那个时候 他会跑 你睡觉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位 对不对啊 所以你看 当我格局一大 所以世界根本在我的脚下 我要去哪里 就是去哪里 是不是啊 当我格局一小 我问题就越来越多 我问题不单止多 还是不停 那个问题会来 是不是啊 当我格局一大 所有的问题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你看 所以人 我们要学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不我们要学 当我们没有办法 可以原谅人 我们的格局就会小 当我一讲到这里 很多人讲 不是 我的格局是很大的 我的量是很大的 然后给一个问题一来 然后我们头上里面 就冲血 然后我们就发脾气 对不对啊 当我们一发脾气那时候 我想问你 我们讲出来的话 格局大还是小 你看啊 我们要格局大 我们要能够控制 我们自己本身的脑袋 如果我们嘴巴讲 我们格局要大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控制我们自己本身想法 这样我想问你 我们的嘴巴讲 我们的格局大 然后我们就给我们 自己本身的思想影响 当我们一发脾气 然后我们就会讲这么 为什么你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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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啊 你看 所以 不是我们嘴巴讲 我们格局大 我们格局就要大 我们量还要跟住大 我们量跟住大 才能够 我们能够控制 我们自己本身的脑袋 对不对啊 能够控制 我们自己本身的脑袋 就能够控制一切 是不是啊 我要做 就是做 我不要做 我就不要做 是不是啊 所以有很多人讲 当我们一大了过后 问题就没有了 是吗 问题没有了过后 你还需要休息啊 不然你会中风啊 对不对啊 我讲 我风都不会中 你就会中 所以我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一个人会中风 为什么 因为有人讲 他很累 对不对啊 所以他没有休息到 所以那个人就会中风 这样为什么一个人会累 因为他想 对不对啊 所以每一天在想 那个人 那个脑袋就会累 人就会跟住累 我解释一下在这里 当某一些东西 是我们能够贡献我们做的 然后我们想 为什么是我 我们都站在那边没做了 对吗 就由得我们的人去做 然后做了过后 然后出现问题 对吗 然后你看到了过后 你的心里面想什么 很气了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当我们 有时候 那个 又生气 又开心 又生气 又开心 这样我们心里面 发生什么问题 他心脏又跳得快 又慢 跳得快 又慢 对吗 这样我们的血 就是 不顺了 对不对啊 那个气也不顺了 对不对啊 那个血不顺 那个气也不顺了 我们发生什么问题 那个血不顺 那个气也不顺 然后我们慢慢的 我们血里面就有风了 对不对啊 然后就爆了 然后我们中风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 我们能够活得很开心 又做到一个活得开心的人 很简单 就是他能够做得到的 我去做 他能够贡献的 我去贡献 他能够学的 我去学 对不对啊 所以 那些人能够长寿 因为他不想的太多 他看别人能够做的 他就去做 他别人能够想的 他就去想 他不想的太多 他做他应该想要的事情 不是去想 他能不能够做 你们懂唐王是谁吗 lobercock 你们懂lobercock是谁吗 是马来西亚人 唐王 郭克脸 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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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bercock sugar king 马来西亚人 那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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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不是叫lobercock 好像日本不懂这个人 这样的 lobercock 是一个马来西亚人 他做糖 做得很大 所以在 马来西亚香港 这些地方 都懂lobercock coho land 人家称呼他 叫糖王 他也是 酒店大王 香格里拉 的老板 lobercock lobercock 这一个人 以前 有人问他 为什么 你会做糖 这一个行业 lobercock 回答他 是这样回答的 有一天 我在一个地方 在吃东西 有一个小孩子 哭到不停 所以他妈妈 也不停着 跟他讲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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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疼爱 那个小孩子 lobercock 坐在那边 他在吃饭 那个时候 就看着那个小孩子 也看着 别人的妈妈 一路在 叫那个小孩子 不要哭 不要哭 我给你什么 不要哭 我给你什么 半个小时里面 那个小孩子 不停这样哭 他也没有停下来 这样lobercock 就在那个地方 看住半个小时 然后lobercock 都站起来 跑过去 那个小孩子的 旁边 他拿了一个糖 出来 然后把这个糖 给了那个小孩子 的嘴巴 当那个糖果 一进去了嘴巴 那个小孩子 就不哭了 lobercock 就看住他 原来他发现到 每一个人 都需要糖 当我们 不懂事情 那个糖 一进去 一甜 那个小孩子 就不哭 所以他回去 就跟妈妈讲 妈妈妈妈妈妈 糖 能够做 他妈妈问他 为什么糖 能够做 他讲 小孩子都喜欢 吃糖 如果小孩子 都需要糖 这样市场 不是要更多人 需要糖吗 那一天 他就开始 做这个行业 糖 这个行业 所以 他变了 我们马来西亚的糖王 所以你看 真的一个糖 放在嘴巴里面 他就会变成 一个糖王 因为他看到 一个机会 他总认为 糖是有市场 他不管什么事情 都要把他自己 本身所看到的 那一块做好 对不对 所以今天 也一样的 利月能够来到日本 他不是在日本开始 利月已经11年了 利月从新加坡开始 坐到去马来西亚 找到Simon 来我们给Simon一个掌声 来 Simon是我们利月的001 来 吃着 我们给Simon一个掌声 来 没有Simon 有可能没有日本 来到马来西亚 找到Simon了 这样新马这两个地方 就一个这么贵的 一个这么贵的产品 应该来到日本 没有人会觉得 我们的产品会便宜 不管你今天 坐在这里 相信利月的也好 我们顾客也好 刚刚加入的也好 不会觉得 利月的产品很便宜 利月 营养保健品来讲 应该在市场 是最贵的 在直销里面那一个 问题在这里 为什么 他可以 新马两个地方 他可以 第三个国家去的 就是印尼 第四个国家 就是台湾 他在11年里面 去到多少个国家 以我们老板的嘴巴 以我们老板的嘴巴讲 有我们office的 我们有9个国家 11年9个国家 应该要给我们 利月一个掌声吧 一个这么贵的产品 这个是在我们 里面每一次上台 讲的9个国家 今天我们坐在 那个角落头 有一群韩国人 韩国领导人 所以上一个月 韩国这个地方 做了接近 两千套diamond 你们懂 两千套diamond是什么吗 那个国家 是我们利月 还没有讲要过去的国家 还没讲要过去 我们也没有公布 我们想要过去韩国 这个地方 对于我们 一个企业 还没有讲要过去的 它能够产生 两千套业绩的 一个diamond在韩国 我想问你 那个产品 或者那一个企业的文化不好 你认为它会产生 这种画面出来吗 会吗 所以你问我来讲 今天利月 已经在多少国家 如果以电脑上 我们打开 看我们的身份证 或者看我们的passport 如果我们真的要看 某一些passport 或身份证 我们从来没看过 它在哪一个国家 如果真的要告诉你 其实利月 现在的产品 有多少个国家在赤注 我们先不要讲 那个国家有没有人做 先有多少个国家在赤注 有多少个国家 已经出现领导人 比如讲 我们在欧洲 这个地方 上个月 我们出现 百多个diamond star 我们还没去 百多个diamond star 你们懂 什么叫百多个diamond star吗 就是他有几千万的业绩 在欧洲 如果真的要算国家来讲 应该现在 七八十到九十个 多个国家 在我们电脑上 我们能够看到 那一个国家的 护照 或者IC 就是我们 在的国家 九个 不在的国家 在几十个 在美国 我们也出现飞 也我们没有讲过 要去的国家 因为太远了 所以一个美国 这么远 如果在新加坡 我们要坐飞机去 它要坐 二十多个小时 我们才能够到 那个美国 我们从来 都没有讲过 我们这么快要去 那边已经出现 一个领导人飞马了 我们真的需要 给美国一个掌声 来 我从来没有看过 一个企业 它还没有去的 也叫他们不要去的 不要这么快 我们要去那个国家 要把那个国家做好 我要把那个国家做对 要交好 要坐稳 我们才去另外一个国家 所以每一次都讲 不要乱乱跑 当我们觉得 这个企业好 那个产品好 我们就在一个地方 不停这样打 不可以这里打一下 那边打一下 这里打一下 美国打一下 英国打一下 澳洲打一下 纽西兰打一下 如果我们这样打 永远都打不出来 我们要在一个国家里面 要把我们自己本身的组织做好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本身的组织 教育好 我们要帮我们的人赚到钱 我们才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是立月的文化 但是在四十年里面 那领导人去了很多国家 你懂为什么吗 不是那个领导人想去 因为我们产品带好了 如果今天你们已经吃过我们的产品了 一个不小心听到我们的亲戚不懂 在非洲 他中了风 你会把这个产品寄过去吗 会吗 会 为什么 因为产品好到 不管它在哪里 你都会寄过去来帮那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接近世界里面 都有人吃住我们的产品 夸张吗 它好 但我们讲不要去 他们还要去 就一个理由 我们想帮人 所以这个企业里面 它不单止它的文化好 我们产品还能够帮到人 我们产品不单止能够帮到人 还能够把人的梦想再改变 对不对 做得更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立约 所以如果立约 有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我希望什么 我希望我们能够配合 来配合 来做一点小事情 来帮了 配合来做一点事情 来帮了更多人 所以日本这一个地方 是我最害怕的地方 也站在这个舞台 最害怕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还没来这个地方那时候 我已经给老板吓了 老板跟我讲 日本 你最好不要去 日本这个地方 你最好不要去 但是我们的企业 又要来的一个国家 我就问老板 我们立约又想进去日本 你又叫我不要去日本 我讲为什么 他就跟我讲了 日本的文化 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会日本话 你站在日本国家的舞台 人家是不喜欢的 你要去日本这个国家 你先学好你的日本话 如果你的日本话讲得不好 你不要站在日本的舞台 日本是不喜欢的 日本是很有礼貌的 这个地方 他们很有文化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不要乱乱站在 日本的舞台 所以每一次我来到日本 我站在这个舞台 我的脚都会软的 因为怕什么 我怕你们 不喜欢我在这里 讲华语 是不是 我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所以一上这个舞台 我刚才已经讲了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用最短的时间 我会用最短的时间 把我的乐意 背上来 我也希望能够跟你们道歉 我还没有学会乐意 我已经站在乐意的舞台 对不起 一个语言 真的很难 尤其现在我们去了这么多国家 如果要 我们背完全部国家的语言 应该还没做到 已经半死了 所以我们也请到翻译 希望那个翻译 能够慢慢地谈 我慢慢地谈 让你们明白 我们真的需要 给我们的翻译一个掌声来 我有试过站在 一个国家的舞台 有四种翻译 你讲了一句 你会听到乐语 然后你听到韩语 你听到英文 然后你再听到 那个国家的语言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一路坛那时候 我们每次都问我们心里面 他们翻得到吗 他们能够表达得到吗 因为有时候 我们真的要把 一个态度要表达出来 真的不容易 所以每一个人看到的 听到的 有可能都不一样 我也希望 今天我能够表达得到 你们听得明白 我也希望 Oliway在日本 能够在老板的画面里面 他成为世界里面 最大的一个团队 在这里 我也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 感恩你们